疫情升温知名连锁药装店 在全台近600家的门市 开卖5万份的家用快筛试剂 一大早很多民众抢牌 有人透露说为了要买快筛试剂 昨天跑了一整个下午都买不到 不少人更希望赶快了快筛实名制 可以快点上路 由于是仿照口罩实名制的概念 目前健保署也正在做细部的规划 包含了民众每隔几天可以购买一次 是不是也是用身份证字号单双号来做分流 以及成人跟小孩购买的数量是否要一样 目前唯一确定的是 民众是没有办法挑选长牌的 这几连锁药装店门外 一早就涌入排队民众抢购快筛试剂 一人只能先购一盒 才一开卖民众纷纷想问能不能多买几盒 刚刚我同事来看到我们赶快来 我昨天跑了一下午我都跑到戏纸去 结果我都还是买不到 昨天好像跑了很多家都缺货 还不错因为很难买 布置门市涌入购买人潮询问电话也没停过 为了方便民众买到快筛 居民连锁药装店宣布 25号开始在全台近600家门市 开卖5万份的快筛试剂 不过不少民众更盼望快筛实名制赶快上路 指挥中心表示第一波会有5000万剂 预计可以满足1000万人的使用需求 仿照口罩实名制的概念 健保署也正在做细部规划和讨论 包括民众每隔几天能购买一次 是不是用身份证字号单数双数来做分流 以及承认和小孩购买数量是否一样 目前唯一确定的是民众无法挑选厂牌 民众角色他又要选择不同的厂牌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造成某一些困扰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间是哪一个厂牌为主 加入国家队的每一个的品牌的品质 第一个他要提供就是说 他CT值小于多少可以测得出来 第二个他对于最新的病毒 Omicron跟VA2的敏感度测试 中央表示快筛实名制会先以进口试剂为主 预计上路之前会凑到5000万剂快筛 渴望解决国内的快筛黄 记者总道 准备的替刃